不好意思说的太多了太兴奋了 最后一堂课 好现在补充这个 有些关于一家之主 基本上一家之主就是 你单身的时候 或者是单亲家庭来报的 哥哥报妹妹 妹妹报 姐姐 反正就是单身的人去报 还没有 去报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然后如果是两夫妻的话 就不可以先生说 太太是被抚养 这样子不行 如果两夫妻是已经结婚的话 就一定要报对方是结婚的 就这样子 没有了 就是补充的就是这么多 不好意思 有些最后一堂课 太兴奋了 已经经过七堂课 我相信大家对于 华部服务中心的免费报事服务 也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 我想不久的将来 如果有其他事情要补充的话 我们会在这里 再放第八堂课上去 来补充资料 大概这样子了 有机会 我们明年义工的时候再见 拜拜